记者颜红俊彰化报道,无双乐团团员丽丝·雷斯·雷斯有着傲人的身材,漂亮的脸蛋,吸引无数追思一族,本月九日晚间他将与其他团员在西湖国中登场表演,预料又会引起一波追思风潮。 丽丝今天出席这场音乐会的暖身记者会,惊爆自己就是2013年彰化线葡萄公主选拔的第四名,他说自己是桃园人,因热爱音乐大学就读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,当年他上台用柳琴表演一曲大手拉小手,就被无双乐团团长留学圈将中,王罗卫团员。 他说大学时就很喜欢表演和选美比赛,他跟彰化很有缘,曾经参加过彰化花样时代美少女选拔和葡萄公主选拔。 他表示当年葡萄公主选拔获得第四名,经常巡回全台各地,甚至出国到新加坡,香港推销彰化葡萄,这都是很难得的人生经验。 历斯说,加入无双乐团已经五年,巡回世界各地表演,他们把中国乐音和流行及戏剧相结合,让国乐与流行乐毫无危害感。 如果再加上台语歌更能吸引阿公阿妈,他觉得做音乐,表演音乐,把快乐散播给人,这真是很棒的一项职业。 西湖镇长阳福建表示,12月9日晚间于西湖国中举行的幸福半线,双音飘逸共有十名美丽的无双团员演出,他们用柳琴。 2.湖等传统乐器全是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,绝对是一场绝妙的音乐饗宴。 CH171205-95001-C001无双乐团超人气团员丽丝曾是彰化葡萄公主。 丽丝参加彰化花样时代美少女选拔获得菊花奖。 丽丝超人气被封为丽丝女神,粉丝为她举办女神西门丁绕景记者颜红俊翻设自丽丝脸书。